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小伙伴,观众来观众,狼队双雄,前锋咒术,拥兵昆虫,打小天家,好阵容,这阵容非常不错,这阵容前期遛得动,中期能就能打,只要拖到四人开门战,机会还是挺大的,上来的话,第一个点遇到的是昆虫,插眼小提琴,在这个位置其实也不是特别舒服,因为这个位置的话昆虫,他的虫子卡口,对于小天家来讲,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很难抓的,除非你有神闲,就是你超远距离一闲,超远距离一闲,直接两闲带走的,那你厉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昆虫是一个飞轮,这个飞轮的话,相对来讲,你交闲,我交飞轮,躲掉你,然后昆虫卡住你,能拖的时间还是蛮久的,能拖的时间还蛮久的,这边的话,回头看了一眼,往下走,闲,飞轮,躲掉,好的,这波位置, 拉的还是比较开的,然后等下一个那个虫的CD又能卡你一波,再往里一翻,闲的CD是好了,但这个位置交不了闲了,然后我这边昆虫再卡一个口子,对吧,整体上面来讲,这个牵制的话,应该要拉到1分40秒,1分50秒,如果说后续能够转点,他也不需要转点,我觉得就倒在这里就可以了,不转点会更好一点,转点的话,万一干扰到外面的东西, 这边一根弦,他这边其实是,走位上面来讲还是比较秀的,他想要去躲弦,但是小丁亚是预判你的预判 那下一根弦应该是带走了,没有飞轮,没有虫,下一根弦就带走了,1分40秒 这根弦没带走,追刀,有了 整个击倒,我觉得可以接受了,前锋的机子差有多少 这种书是这边已经秀第二台了,佣兵的话,第一台机子应该在跑机 那优兵一救,还是前锋救,应该是优兵一救,优兵一救完,然后那边拉开 这里选择前锋撞救吗,直接撞救,也行吧 这波撞救,然后前锋再补撞 两手撞完,前锋这边还要卡一手 我觉得这里,不保了吧,这里保 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啊 我觉得这边这个小丁家追这个昆虫学者,应该是不难的 前锋保的话,我感觉保不太下来 这里前锋还有一小撮球 拉显 这样的话,机子反而会被影响 当时其实第一波就撞完,撞完以后再补撞一波 就可以去修那个佣兵的机子了 那这样的话,佣兵再就做出世界边 机子修完,前锋补掉自己的机子 机子还差一台啊,机子还差一台 这个机子不够啊,这个机子不够啊 这个机子有点难 我觉得当时前锋撞完以后呢,就去补佣兵的机子 然后佣兵的机子补完以后呢,他在补自己的机子 自己的机子补完以后,他不是剩余的球吗 再过来保这个昆虫可能会更好一点 现在的话,外面还差一台机子 这边佣兵也没救啊 没救也可以吧,救了反正这机子也不够 那不救的话呢,留一个搏命 看一下待会儿,万一队友倒遗产 他可以用利用这个搏命把人拉开 也行 因为救下来,其实机子也不够 这个昆虫还是会被挂飞的 因为球者没有一个保人手段 这就是没有孤前锋,没有球,达不了价 佣兵修最后一台机子,这台机子选择的非常好 这台机子是很难去干扰的 外面的话两台机子都在修 那三人CAMP站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大的 就三人CAMP站三跑嘛 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有,因为现在球者有的东西不少 然后待会儿咒术师可能打到残局的时候也有孤 佣兵这边不是说留个薄命三户臂什么的 他留个一两个户臂 我觉得CAMP站就有得打 直接传送落地秒前锋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留下一个三户臂 带博命的佣兵 这个佣兵待会儿亮,就点完 去点门 拦不住的 咒术师的话呢 这边过来救下人打架 这个前锋应该会被针对 因为前锋手里面的球没多少 小丁家知道 就看这波救人了 就看这波救人了 佣兵的机子已经看不到好了 位置上面来讲还是有点远 如果说这边能被排到的话 一咸一刀密码机点亮 一咸一刀就是三孤 一咸一刀三孤 密码机点亮 人救下来再交一个三成孤 两个人拉开 感觉是个平局 因为小丁家这个传送 不太有机会用啊 不太好得了 咸好了 这边的话怎么说 无穷动弹 弹到了 弹到了密码机 那这一波的这个开门战 有点亏了 咒术师这里的话 一刀没挥中 弦补啊 好的 还有一个无穷动 压住点 然后等自己的下一根弦 不得不说 这个小丁家的一个残局的 反应是真的快啊 他这样一打的话呢 其实是把他的一个传送 拨出来了 并且这个咸术师是个半血 往前挂 还有耳鸣 座术师这边 要交三层窟来救人吗 你的射程 座术师的射程是 哦 这个人是过半的 不好意思 我刚忘了 前方是过半的 那这座术师 三层窟要跳地窖 交个大窟 往前走 他地窖在哪里 地窖的话在 大门 走不了 走不了 佣兵救下来 然后搏命 跳地窖 走了 还是小丁家那波 无穷洞打到了 那波无穷洞打到了 以后反应非常快 赶紧起的 改参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